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欢迎各位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来谈谈乾坤万年歌 这是一部趁原著作 详述者自周朝以来一万年的历史语言 在开始之前请各位务必按下订阅 以及关注小铃铛 这样老师下次更新视频 或是新的运势解析 您才能够获得通知 好 乾坤万年歌相传是辅佐周文王与周武王 打败了残暴无道的桑座王 建立周朝开国的功臣之一 他同时也是春秋战国时期 齐国的首任国君 更是封神榜的主持人 也就是我们人称江太公的吕尚 也就是江子雅所著 为什么江太公又叫做吕尚 不是姓江吗 这里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在桑周时期 姓他的意思是指 你是哪一位你姓所生 所以姓氏里面有一个女 在一个生 就是姓制的结合 而氏族的氏制 代表的是你是哪一个宗族的百姓 所以江子雅 他姓江 吕氏名上至子雅 所以现在仍有吕氏的宗族 奉江子雅为吕性的始祖 而江子雅在明朝以前 他其实是被尊为五圣 现在我们民间尊奉的五圣是官圣帝君 而是在那之前五圣其实败的是江子雅 回到的主题 这部乾坤万年歌是不是江子雅所著的呢 答案肯定不是 后代有两部著作都俗名是吕尚 也就是江子雅所著 一个是今天要谈的乾坤万年歌 一部是六涛 又称作太公兵法 这两部书其实都不是江子雅所著 江子雅其实他有能力 他也没有必要写这两部书 为什么 因为第一 在战争的时候 他怎么可能会有空去写这些文章呢 第二个 当战争胜利之后 他被封为齐国的国君 他更不可能会去写称言 来捞乱民心 更不会去写兵法 来给别人造反的工具 各位说是吗 而这部乾坤万年歌里面用的文体 也距离江太公的时代 也就是西周时期 1000多年以后的南北朝 才出现的七言文体 而里面用的形容词 也脱离了西周时期的高度 已经偏向的在宋朝所用的小说题 或者是明清时代所用的章回题 所以无论如何 这部乾坤万年歌 用任何的角度去看 都不会是江太公所做的 而这部乾坤万年歌 主要讲自江太公起 1万年的历史语言 所以也就是西元前1100年 到西元8900年 足足1万年的历史大事件 但是根据文中开头里面说到的前两行 他说的是什么 太极未叛婚已过 风后女卧时上升 三皇五帝已相成 中派源流应不错 代表是他应该从三皇五帝之前的女娃时代开始 目前有朝代的记录是夏朝 也就是西元前2000年起来开始算 往上推一点应该介于西元前2200年左右 也就是这部万年歌 应该他的区间会记载到西元7800年到西元8900年之间 那么今年是西元2020年 这部万年歌应该至少还可以用5000年 既然是还可以用5000年 那么按照万年歌的逻辑推进 现在应该是文章的中断部位才对 那这部乾坤万年歌 总共他有55行 砍一半 那么现在近代应该发生的事情 就应该在27到29行之间 那么27到29行说的又是什么呢 说的就是肖狼走速在今后 稳稳清平传己事 一变一行事不巧 却被胡人通占了 三百年来棉木中 山河海内去遣积 这三行广泛的说法 其实是在讲宋朝的历史 宋朝历史 就是在西元的960年到西元的1127年 也就是300年的国座了 其中经过了金朝的清逼消灭了北宋 而到后面的南宋亡于元朝的蒙古人 这两边都算是外族 也就是所谓的胡人了 那后面会讲到什么呢 后面就讲到了 一物为君八十载 淮南忽见红光起 八只牛奶力量大 日月同行照天下 这里大概说的也就是元朝的兴起与灭亡 元朝他是起于什么时候呢 他是起于西元的1271年 由元始祖忽必略于元大都所创立的 元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城 而后面灭于明朝大将徐达 于西元的1368年 攻陷了元大都 元朝总共经历了97年 那么元朝的灭亡是在明朝的手上 明朝是以朱元庄为建国皇帝 而朱元庄起至于明教的义军 头戴红金 朱元庄也是属于淮夕的义军 所以淮南红光起 所以看作明朝日月红光照也是很合理的 而为什么乾坤万年哥说是八十载呢 因为元朝末年的时候 各地义军纷然近期 元朝实际上已经无力控制中原 当时元朝的皇帝是谁呢 叫托圈天沐尔 忙着宠幸韩国来的其皇后 而且还有跟他老娘 也就是太后来争权 所以基本上是名存实亡的政权 所以实际的国座 大概可以控制中原的时间 大概就是八十多年 所以这个也算是合理的范围 而乾坤万年哥说在这里 已经到了三十一行了 再下去大概讲的都是明朝二百年的大小事 包含南明算进去的话 大概就差不多三百年 以及清朝发生的各种小故事 一般认为直到第三十九行以后 后面才是会比较接近近代 而即便到了近代 时间也约莫在西元一千九百年左右 离周朝或是三皇五帝的夏朝 最多也只到一半 如果又扣掉最后两行的字数 最后两行说什么 我今只算万年中 再富循环理无穷 是因君子祥此数 金谷存亡一贯通 所以实际上万年哥只有五十三行 那么最多最多 现在应该只有到第二十行 那么就是什么 第二十行写的就是 五六年来又不祥 此时天下又纷乱 暮下然而火年起 一扫烟成暮一己 那么这样看来 整个时间轴又开始乱掉了 从这里往回推 三千年的中华文化 居然只只用了十六行 其中已经经历了包含南北朝 已经二十个朝代以上了 而且往前验证 文章就变成对不上了 往后验证又很难说 所以这部乾坤万年歌 老师认为 他在历史上并没有如推背图 我们先不提推背图 是不是唐朝李存锋 跟袁天康两位先师所著作的 至少推背图 他在元朝甚至在宋朝 都约略过一些书面记录 这部乾坤万年歌 在民国以前 其实是没有人听过的 那么老师大胆的猜测 这部所谓的乾坤万年歌 应该就是民国初期的脱名编转 当然也有人去说过这件事 乾坤万年歌 其中有一版是在东汉时期 有一位文员高士颜光 他做过批著 但是这个大概也是脱名假托的 对如同老师解推背图 也几乎没有去讲过金批版 也就是清朝初年的金圣探先生的注解 为什么 因为金圣探先生 所有的著作 几乎都有留存下来 而且金圣探先生是一个非常自恋 自我感觉非常良好 认为自己是高深转世 而且非常适才傲物的人物 当然金圣探先生本身的实力也很强 他要骄傲其实是有本钱的 所以按照这个个性 凡是金先生经手过的 无不欲让天下文坛 孜孜而后快 但是实际上在所有的史料里面 并没有这方面的记录 而金圣探先生 他是最后是因为枯妙案被贪官诬陷 而砍下了他脑袋 没收了他的家产 家人被流放边疆 但是他的兄长却有把他所有的著作 汇集成册 制作成唱金堂才子书汇稿 一面亦没有提到金圣探先生有去做推背图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在什么 以金圣探先生当时在文坛的地位 他没有理由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乘文里面 因为这对他并没有加分 而且容易被视为谋逆 会被砍头的大罪 虽然最后头还是掉下来了 但是他却跟推背图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老师考究之后 并不会在解推背图的时候 纳入金圣探先生的金批版 此至今日 我们同样身逢历史变革之时 很多人在这个时候感到的焦虑不安 很多人不知道未来应该何去何从 其实越是变化之时 越是能人背除之际 也是让各方沉寂于民间的各路英雄 有创立基业的好时机 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这个能力吗 其实你只是没有做好准备而已 如果我们把握任何可以利用的时间 加强进修以及增加竞争力 而不是在追剧或是在滑手机 那么我们看到了姜子牙 他准备好了之后 即便他是70岁才初三 协助了周文王跟周武王 他最终还是成为了开国功臣 成为了一国之君 那么你跟我的机会还会少吗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